本战时期美苏两国针尖队卖忙 在竞争最激烈的时候 双方除了展开军备和武器尽在外 海空军的巡逻对峙更是经常发生 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了唯一的对手 狂妄地以为全球海域自己都可以来去自如 而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国 除了继承到巨大的军工遗产外 也继承了来自美国的敌势 自然受到了美国的刻意针对 而当时的俄罗斯经济处在最低谷 正是国力最弱的时候 于是美国人的试探就变得更大胆 除了侦察机巡逻更频繁外 军舰潜艇几乎要抵进到俄罗斯家门口 在白令海峡 黑海随处可见美国潜艇的踪迹 而众所周知 俄罗斯素有战斗民族的美誉 苏联虽然解体了 但军人还是那批军人 他们的火爆脾气也从未改变 1992年仅在解体后的第二年 美国海军就按捺不住 急切地上门挑衅俄罗斯 却差一点一去不返 某一天一艘俄罗斯K-130潜艇 正在白令海峡执行巡逻任务 不久之后 他们的升纳系统 发现了一艘尾随在身后的美国潜艇 发现敌情后 俄军潜艇舰长并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慢慢降低潜艇航速 就美国潜艇的距离越来越近时 他突然下令 做出一项让美军肝胆欲裂的举动 之间硕大的K-130潜艇 突然掉转船头 迎面撞了上来 一声暴响过后 美军潜艇受损严重 急忙开座马力上浮 这才保住了挺上 100多号水兵的性命 而反观俄军的K-130潜艇 虽然同样受损 但总体并无大碍 要知道K-130潜艇的吨位 高达8000多吨排水量 体量要远大于美军潜艇 而且K-130还采用了 坚固的双层可体构造 耐撞和安全性能更高 撞击事件发生后 美国高层对俄军的粗暴行为 发出强烈谴责 声称这种行为 完全是在挑起争端 但俄军却淡定地回应 国方并未动用任何进攻性武器 而且是在自家海域航行 无意间才撞到了美军潜艇 并且俄军潜艇也受损严重 对于俄军滴水不漏的回答 美军也自知理亏 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了